謝謝主席 有請鐵路局周局長 好 周局長請 黃委員好 周局長你好 我知道大家今天都非常關心 有關於黃牛票販售的問題 相關的委員 我覺得質詢也差不多了 那我今天主要要 請教周局長可能是從 另外一個也就是不是鐵路的使用人 而是在鐵路周邊 他們的住戶 因為鐵路的行徑 對他們居家生活的安寧 所造成的衝擊跟影響 那特別是 在我自己的選區裡面 細紙當中 你們當初在針對鐵路高價化 在進行評估的時候 是在1995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開始進行 整個可行性評估 跟環境影響評估 但是一直到2006年的時候 才通車營運 那在中間的這段過程當中 其實在你們規劃的路線旁邊 整個風貌 已經產生了相當大的變化 那因為這相當大的變化 現在導致我在圖上面 不好意思啊 我轉過來這邊講好了 這樣子您才可以看得到 就是 從西柯站 到汐止站 我大概標了 六個區塊 分別從聯心街 新興路 一直到台鐵編號P134到141的柱 那我會有辦法 這樣子清楚的把每個路段 標示出來 是因為 就是我們接貨 在你們高架鐵路旁邊 所有的住戶 他們不斷的澄清 那澄清的內容是什麼 事實上你應該可以 很容易的預估出來 就是 在這鐵路旁邊 事實上是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住戶 那按照我們目前噪音管制的歸類 它是屬於第二類的噪音管制區 那第二類的噪音管制區 指的是說主要是以住宅區為主 那而且它要求寧靜的區域 那目前台鐵的鐵路 經過這些區域的時候 我大概把時刻表整理出來了 我們就南下的部分 12班的班次裡面 經過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住宅非常密集的 那個區域當中 從晚上9點以後 到一直過12點 總共有12班南下的班次 我如果進一步的看 晚上9點以後 北上的班次有22班 那從凌晨12點以後 也有6班的班次 不斷的在經過 那我把這個時刻表秀出來 給局長看 就是讓局長能夠有一個 基本的認識說 這些鐵路經過的時候 對於那些旁邊的住戶 他們所造成居家安寧 造成的衝擊跟影響 那當然啦 在我們行政院環保署當中 相關的網站 或者是包括我們過去 大家都非常尊重 德林傑良林醫師 他的相關的研究當中 對於噪音 對於人體的健康 還有精神 所會造成的傷害 所會產生各項的疾病 都已經有相當廣泛的研究 特別是身處在70分貝以上的環境當中 對人體健康所造成的傷害跟影響 那在你們1997年 就是細紙路面地面三軌 變更成高加二軌的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當中 我大概把你們那個時候 建議在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當中 你們做出來就有關於隔音的設備 你們希望改善的內容 我把它給列出來了 那我不曉得說 局長就這個部分 台鐵做了多少 那現在達到多少減震的效果 謝謝委員 這件事其實對台鐵來講 也是非常重視 正如同委員剛剛提的1995到2006這段時間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那麼多房子蓋起來 因為當時只要高校橋 當初是為了希望能夠減少徵收用地 所以我們才可以發現 那個細科車站非常的是一個S型的車站 然後到細紙往北 其實平常講我們都是一個瓶頸 那這個部分我們大概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我們現在的這個國家的標準 它有三個檢測點 這個部分我們目前還是有符合它的規定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增加一些在工程上 看是不是還能夠處理的方法 那大概有兩個 一個是隔音牆 但是它那一段已經有隔音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我們希望在軌道上 能夠吸音的一個方式 鋪一些碎石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特別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在算的時候 通常來講都用10點鐘來算 兩點鐘來算 要那另外一半 整個整個運輸行為 它也是東部的一個瓶頸 是 我特別跟委員報 我們現在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 目前有關於噪音管制的音量標準 合理不合理 那第二個事情是說 我們未來要怎麼做 能夠進一步的降低台鐵的音量 對於附近的居民所造成的影響 那這個問題是說 大家真的不想做 我們也要多想做 這位先生他2008年的時候 在北科大發表了一篇碩士的論文 叫黃世民先生 他事實上是你們戲子高架鐵路工程 主辦工程師 主辦工程師就是他 然後把他最後的建議 跟局長分享一下 第一個建議是說 我們目前所採行的標準是 透過小時均能音量 小時均能音量 那但是跟都會區民眾的感受 落差太大了 那也就是說你用小時均能音量 你用一個小時平均下來值會低 但是晚上其實大概只要過兩班 本來要睡了就不用睡了 所以他在這邊的建議是 那我提出這個東西 第一個是 從鐵路局的觀點來看 如果標準做這樣子的改變的話 你們造成的衝擊影響 對你們現在 在管制鐵路 會造成的衝擊影響 你們鐵路局有分析過嗎 他那個是一個建議 在學術上來講 也都是一個論文的訓練 訓練要求而已 所以他那個建議 在執行上來講 是不可行的 但是他們這個建議 按照目前居民 他們實際上面 對於照應的感受 跟居家生活的安寧的要求 你應該可以體會說 其實 其實絕大多數的居民 事實上是贊成這樣子的建議的 可是我們在依法行政的部分 大概沒辦法 對我了解嘛 現在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的行政法規 對於照應的管制 它的標準 跟實際上面的需求 是不是符合的問題嗎 因為我們一旦 行政管制上面的標準 跟實際上面的需求 產生落差了 那我們下一個階段 就是要處理 是不是要修正法規的問題 那第二個部分是 就隔音牆的部分 你們當初在設隔音牆是 弄得比較短嘛 所以對高樓層的噪音管制 造成了沒有辦法管 就沒有辦法有效隔音 這樣子的效果 那 事實上 在質詢以前 針對這個問題 我也有跟 你們局裡面的同仁 交換過意見 那他也有給我 回覆了一個正式的喊 那我今天提出這個問題 來就教於局長 是希望說 局長在隔音牆設計的時候 在目前的 他那個基座 可以承受的範圍當中 就隔音牆的設置 怎麼樣去做比較 噪音管制效果會比較好的 而不是停留在過去 你們剛開始設計的 那個比較短的牆 那使得居民的 整個居家生活的安寧 能夠獲得實際的改善 我會希望說接下來鐵路 我會希望接下來鐵路局 在就隔音牆的設置 跟鋪設上面 能夠會有比較好的規劃 這段我們會後 我會請我們總工程師 再來針對這個部分 來詳細來評估一下 好 謝謝黃國燈委員發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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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